跟中介在签约时可能会遭遇的一些套路 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在合同里面做一些手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法国的Satakia七 之前在b站上面看过我一些往期的一些留学经验分享视频的小伙伴们可能都还记得我 当然不排除有一些激励异常运势的小伙伴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对没错 我就是那个在留学的真相上面一连出了六期视频来讲述自己 如何在留学之路上面一路被坑的那位 两年时间转眼一回见 我今天又来跟大家道遇到关于中介的一些事情 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就不妨来聊一聊跟中介在签约时可能会遭遇的一些套路 其实中介在跟学生签约的时候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在合同里面做一些手脚 最常见的比方说他们不会标注签证的类型 什么不会标注签证的类型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于大部分的一些留学的一些服务项目来说 拿到签证其实就标志着这个整个合同的一个服务的中止 为什么不写明签证类型呢 大家也都知道法国的那些签证 比如说什么短期的语言签证 什么临时长期签证 普通长期签证 大致这三种作用 短期语言签证的话 其实因为时间太短 所以其实用来护诺人还是蛮困难的 最最为黑心中介们所经到的临时长期签证 临时长期明明是两个反义词 硬生硬生被凑到了一块 形成了一个签证的名字 有些学生家长可能拿到一个签证 或者是一些学生直接拿到签证之后 可能会有点困惑 这怎么是一个临时签证 中介是说 你看不到困面两个 长期两个字吗 就一大帮学生就开开心情地去法国 念语言去了 念了几个月的语言 然后发现 签证好像要到期了 想找一下黑心中介 结果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发现自己的微信早就被黑心中介给拉黑了 可能会有一些稍微不那么没有人性的中介 他们会合颜悦色的 告诉你 你已经拿到签证了哟 我们合同已经终止了哟 咱们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 真的就拿这些讲道理的四文败类 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最初很多不同套路小白 都会栽在这个上面 这个套路的一般情况 基本上就是很多黑心中介 为学生申请长期签证失败 或者是因为其他各种原因 没有申请成功 但又不想退钱 毕竟他们也要赚钱嘛 也要恰翻的嘛 所以转而去 赚一些合同的空子 毕竟我只是说 给你搞到签证就好了 对吧 合同就终止了 我也没说帮你搞到什么样的签证 我没有说 是什么类型的签证 对吧 所以你能拿我怎么地 而只要稍微了解一下 不同签证类型的过签率的话 大家就可以知道 与时长期签证 其实算是过签率非常高的一种签证类型 根据我的观察 这两年一些老子套路 在一些没有看过我的视频的一些学生身上 依旧在疯狂地榨取了钞票 比如说什么用什么语言学校来 冒充预科呀 比如说什么拿着名校下目的名头 去疯狂地招生 结果很多学生 没有办法成功地入学 但是又被收取了高昂的费用 这之类的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老的骗术了 我都已经在我的节目里 说了这么多遍了 我都厚着脸皮 自曝自己被坑的这个黑历史了 你们咋就看不到呢 尤其被坑的事情 还是每年还是层属不求 反正我现在也是明白了 不是长得好看的 小哥小姐 你们这样的视频 你们是不会点进来的 我也没办法一直不停地更新视频 跟你们讲解对吧 我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来认识我 所以我最近在想 到底有没有一种法子 可以地牢有无益地解决 我上面提出来这些所有问题 昨晚经历了一场纯梦之后 我顿时灵光乍现 那就是创造一款 学生和中介都可以 进行一个留学信息分享的一个平台 一个一块APP 在这款APP上面 中介可以拥有自己的店铺 他们可以发布自己的商品 就像某宝 然后学生也可以像逛某宝一样 去比较不同的中介 他们的服务和价格 然后其实跟中介 进行完皮外交易的那些学生 可以写评价 可以写评论 可以在一些社区里面进行分享 给那些没有进行 皮外交易的那些学生 提供一些建议 至少可以降低这些学生 被割韭菜的概率 另一方面 其实对中介来说 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更精准的一个宣传阵地和一个经营的平台 同时也可以同行之间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竞争 至少是对学生有利的良性竞争 毕竟在一个软件里面 大家都是同行 大家其实都想让自己的这个服务项目 比同行更优秀 可以招揽到更多的学生 就算他们想干不干净的事情 其实就因为舆论的压力 或者是因为同行的压力 他们不敢去做 至少他们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 什么光明正大的那种 为所欲为了 其实顺便可以在APP里面设置几个小板块 就像社交软件里面 那样设置几个板块 供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信息 分享一些经验 分享一些学校的信息 甚至人多了可以分享一些学校的资料 一些考试的笔记 说完我感觉有了这些东西 这玩意儿简直就成了一个 出国留学的一个普尔神器了 这款APP暂时只存在在我的设想之中 我甚至都已经写好了商业计划书了 我都已经把信息投资人的PPT都已经画好了 我甚至用昨晚一晚上的时间 把什么PHP、Java、HDML、HDML5、CC++、UI 我全部都已经学了一个遍 我现在缺的只有钱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 各位金主爸爸们 现在一个花时代的产品就在你们面前 你们除了给我素质三连再加投币之外 只是剩下给我打钱了 哎呀好吧 刚才去应用商店逛了一圈 我发现我的天才的想法居然已经被人剽窃了 你们看这款叫做去探路的APP 原本不动地把我的所有的创意都相逼一步实现了 居然还后援无耻地把我刚才的创意 用看似高大家方的话重复了一遍 哎呀一怒之下我下载了这款APP 行啊我想看看他们到底出了个什么玩意儿 点开软件 首先就是各个流行目的地 还有热门学校的分类展示 顺便选了个学校点进去 除了介绍到实际的年龄和客人体系之外 居然还把总费用给算出来了 除此之外甚至还可以在下面查看到和编辑这所学校的笔记啊 攻略啊和视频啊这些东西 当然这没有什么 这并没有什么 这些东西我早就想到了 然后就点开口碑机构 果然跟我想的创意一毛一样 这其实就是这个留学特工版的淘宝嘛 商品和评分一应俱全 然后点开了社区 在社区里不出意料地出现了各种攻略 各种小牌攻略 语言考试啊 什么月效选择啊 什么材料准备啊 等等等等 这些老生常常常的东西 下面还有什么话题讨论 去打人之类的什么板块 看到我还想去打人 这些我明明一开始就想到了 只不过还没来及说而已嘛 最后是什么问答板块 点开第一眼我就进来 我好歹只是想做一个留学特工版的淘宝 这玩意居然把知乎子给我克隆了 好吧好吧 服了 没话说了 虽然我的穿越梦破嘴了 但好歹为大家找了一款这么 方便实用又安全的留学神器 希望大家未来有了这款APP的帮助 以后可以在留学路上少走一些网路 少花点钱 有机会 我可能也会在这个微软件上 为大家打一致解惑 为大家分享一些方便的技巧 甚至可以把我现在觉得什么 多元函数微分学 一些考试资料上传上去 也算是为我这两年断根 为大家做了一点补偿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这一期 把此结束 留学的真相 出国必看 有机会 打开 橙子 这一期 有机会 感谢观看